欢迎回来节目现场 我们知道最近中国政府动作很多 在前一阵子呢 他是在打明星 打补教 打游戏 那么这两天我们又看到他不断的出拳 先是我们看到从南到北都在限电 美清明呢 是说这个要环保 要减碳 但真的有这么单纯吗 另外我们也看到呢 中国政府呢 已经下令要巡视20几家的大型国有金融机构 那这个又是在重新洗牌金融界 还是在斩断政敌的经脉呢 我们今天很高兴 在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 中国专家曾建源教授来到我们的现场 为我们做解析 曾老师您好 丽玲跟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 那我们就首先先带大家来看一下 其实我们先来看的是这个孟晚舟 是这两天的新闻 那这个孟晚舟她是呢 华为的财务长 我们说她是华为的公主 那在这两天这个世界上 这个大国博弈角力 真的让我们看了觉得实在很有趣 我们先为您整理一下 就是我们知道 华为公主孟晚舟财务长呢 她在2018年12月底的时候呢 因为涉嫌违法卖这些产品给伊朗呢 遭到了这个被捕的命运 那后来呢 一连串的就是进入司法程序 那在8月的时候也很受到瞩目 就在今年的时候进行了最后一轮的听证会 那么这两天最新的消息呢 就是孟晚舟或是也已经回到了中国 在此同时我们也看到 加拿大在中国的两名被拘的 一名商人跟外交官也被释放回加拿大 那同时也是一样 美国也有两名的 美国籍的公民也被释放回美国 所以大家都在说这是人质外交吗 所以接下来我们首先想要请教靳远老师的 就是说很多人在分析 说孟晚舟这个事情 看到这样赤裸裸的这种交换 那么它这是一个美国跟 加拿大跟中国和好的一个讯号 还是说其实是一个各方角力 反而是像CM分析的 它其实是个危险的讯号 您个人怎么解读 这当然是一个危险讯号 表示什么 这个绑票 这个是非常有效的一个 外交的折冲手段 所以如果在这个个案当中 它是顺利的达到中共所要求的目的 那它会使谁知味 将来绑更多的美国人或者是加拿大公民 对 因为现在中外的关系是比较低档的 所以这方面的一种 双方的一种角力冲突的机会 事实上是加大 是 另外就是说大家也在问说 为什么是这个timing 因为我们看到2018年年底就把它拘留下来了 那也经过了这么几年 那是华为已经差不多被打趴了差不多了 还是说其实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明年有20大 其实习近平恐怕也要对内有点交代 您个人怎么看 我觉得当然有 这也是经过一延传这个谈判 折冲的过程 那也当然华为的确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它的整个市占率已经几乎到谷底了 当然也看这个习近平 他必须在20大之前 要把这个可能阻挡他争取连任的这些内外的因素 要加以克服 所以我想这个 因为华为这个事件 当然涉及到中国的面子 它也涉及到理智 所以所以孟晚舟回去的时候 简直是受到英雄式的欢迎 是 对 所以你很 就不可思议 就是说孟晚舟可以受到 国家这么高规格的迎接礼遇 其实说穿了 孟晚舟的家在温哥华 她家深圳不是她家 她当然有一个家 可是她家是在温哥华 她是在温哥华被软禁在自己的家里面 每天还是锦衣浴食 还是穿得飘飘亮亮的 可以出席各种宴会 可是中国的人质 他们是在暗无天日的黑牢里面 接受长期的疲劳审讯 当中有没有涉及到反酷刑公约 的这样一种行为 我觉得大有可疑 所以刚刚其实建文老师跟我们提到一点 就是提醒观众也很有意思 就是其实孟晚舟 她家其实是在加拿大 在温哥华 但是我们这两天看到中国演出了这么一场 民族英雄回来的戏码 那么也让人很感慨 像您刚刚讲的对照这些加拿大的公民 在中国的黑牢度过的日子是怎么样 其实我们也不是那么清楚 就像刚刚建文老师所提醒的 就是我们也来看一下下一张CG 就是她在这个timing 因为华为也被打的其实很厉害了 就是以去年来讲的话 华为的市占率还有14% 但是我们也看到以今年第二季的排名 华为几乎就是在这些比较知名的手机里面 也算是比较差的 只有4%这样的一个华为的市占率这样子 另外就是刚刚我们专家所提到 因为明年中国有20大 习近平可能也必须要排除一些 挡在他前面的路障这样子 但建文老师我们最近看到 就是习近平动作真的好多 从他打补教 打游戏 打明星 这两天又出手就是在限电 所以我们也来看一下 他是从南到北都在限电 影响很大 我们也知道很多台商 然后还有苹果的供应链等等 我们看他从广东 浙江 江苏 辽宁 一路到东北现在都在限电 影响所及除了我们台商之外 当然苹果 特斯拉 英特尔 高通 都会受到影响 美其名算是环保这个议题 这个timing您觉得就是说 因为冬天也快到了 那么与其说让 如果说没有电 或许人民还活得下去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煤炭 让他们取暖的话 或许就是说 这个也是会变成 名声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还是有人在讲说 其实这些煤矿产业 有很多那种贪腐的 现在就是该来清理 该来洗盘一下 您个人怎么看 像中国大陆来讲 它的重大的国家的产业 或者是进出口 这些产业 其实背后都有 它一定的政商的脉络 政商的关系 所以从习近平 我们可以回想到 他从他一开始掌权 他就以打贪反腐 作为他整顿 整肃异己的一个手段 我觉得他在过去 这些经验的累积 让他觉得这一招是很有用的 所以当他有面临一些政治的危机 或者是准备做一些政治的一种布局的时候 他就开始整顿国内的金融 经济秩序 事实上背后影响的就是 可能是不同的派系 他们在这个未来跟他 就是说在二十大的政治布局当中 他要让这些人能够闭嘴 所以我们最近看到这么多的出权 这么多的动作 都跟明年的二十大货都会少关系 是不是 我想必然是 在中国大陆来讲 这个国家的或党国领袖的任何的动作 其实都有他一定的政治上的用意 否则的话他不会大张旗鼓 因为我们要知道 他的媒体事实上是由党国所控制的 所以他必然会透露出 他的一定的政治的讯息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要去做一个解读 所以我不相信是单纯是 只是为了这个 减碳 环保 因为怎么样 这个涉及到是庞大的 你看多少的工厂 那甚至这个也涉及到什么 中国跟外国之间的产业链的关系 所以我是觉得说 以习近平的作风来讲 他可能现在最重要是抓政治 所以这些对于整个中国大陆的 他整个国际的信用 商誉 影响非常深远的 非常深刻的这个限电措施 限产限电措施的可能的后果 他暂时不管了 是 还有另外就是说 除了这个限电之外 我们也看到就是 昨天我们看到中国政府也下令说 要开始来巡视一些大型的金融机构 这个涵盖的很广 就是一些我们知名的 像是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农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 农业银行等等 那么他就是要持续三四个月这样子 那么表面上的理由是说 预防党员收受不当贿赂了 那么也有人把他解读说 是不是习近平要斩断阵敌的经脉呢 建伟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也这样的行动 我觉得也并不是空穴来风 这个预防党员收受不当贿赂 其实也不是预防 他其实实际上这个情况 是在中国大陆非常多见 因为你的这个就是我们过去 我们台湾大家比较熟悉的概念 超贷 就是利用政商关系 这个高度过度的贷款 最后赖账或怎么样 把当中那些不法利益 拉入私人所有 这个在中国大陆 我想是非常普遍的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这个时候 做这样一个整顿 当然对于那个整个金融秩序 当然是有 当然是有好处 但是我要讲就是说 当中当然有他的一个高度的政治的动机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中国专家 曾建源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为我们做了一些解析 那就是如我们这两天所看到的 中国的限电从南到北 这恐怕不只是表面上说缺乏电力 或者是要环保要减碳 这么单纯的理由 因为他背后的影响层面太多了 除了刚刚讲到台商 还有很多国际的供应链 但是目前对习近平来讲 最重要的是明年的二十大之前 前面的路障都要来排除 都要来清洗 不管是从金融界的 还是煤矿业的 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做观察 今天非常谢谢曾老师 也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